男子漢大丈夫嘛 一笑敏恩仇 上了擂台 那是自家的擂台 大家比話比話就好 不是說上了擂台 就非得我簽下生死狀 一定要有一個被打死 我有信心 而且我相信 他們也會基於我們民進黨 那麼好的一個傳統 就是敗者退出 而且來支持勝利的一方 所以我相信 他們會很有風度的 接受我的勝利 我相信他們也會祝福我 男子漢大丈夫嘛 一笑敏恩仇 上了擂台 那是自家的擂台 大家比話比話就好 不是說上了擂台 就非得我簽下生死狀 一定要有一個被打死 中間有什麼波折 大概 大概就 過去了吧 我只能說 用我的誠意 我會 跟何委員好好溝通說 大家都是光明磊落的男子漢吧 沒有什麼說不能溝通的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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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志偉委員 年紀還輕嘛 他 來自方廠 幾次的琢磨 我相信 未來 重新出現 的何志偉委員 應該 還會 更精進 所以 這只是 一次的 讓行而已 即便是 競爭的對手 也應該互相尊重 那麼 我 一定會 播電話 那麼 也跟他做一個 溝通 質疑 我 我 我手機上面 我現在太多 大概有100 100折以上吧 那個 包括 簡訊留言 未接來電 可能超過100多 所以我 我等一下先撤出那個飛航 我說 現在 這麼多 所以我 看了才知道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打給我 但是我還沒打給他 這 這是